一樣嘛 我們要先試湯頭 我差點拿這個 我差點拿這個當湯匙 那為什麼要在這邊拍 其實就是因為要符合 下一張專 為什麼會在這邊開場 事情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就是要明明白白我的心 告訴大家在宜蘭 有沒有押韻 沒有啊 那我們有跟海莉拍過一集 他是宜蘭當地人 所以他介紹我們當地人常吃的東西 但是我個人 我吃東西喜歡怎樣 自己探索 我常常都是自己在那邊找找找找 然後說大馬 吃一間看也不錯 我們去吃吃看好不好 因為通常美食自己找 才會更加美味 那我們才能找到之後才能推薦給大家 來 看到這個之後 我要分自己叫什麼你知道嗎 布丁狗 不是布丁狗啦 我們這樣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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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殺sexy 呼呼呼呼 這什麼 接下來我的畫畫會變得非常非常爽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演技派演員 我會進入到一個城市的狀態 你看他在那個城市出來 很正常對 他會不會有什麼事 來自我 不然的話 他會不會有事 ゲスト 他會不會有事 你會不會有事 按讚 記得 他會不會有事 他會不會有事 dul 吸回去 所以我们作为侦探人要抽湿波及 它的肉 这一边是用的是牛肉 我们从表面观看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它白白的 那是什么 有可能是面条的窄浮窄层 但是光看这个表面 并没有看到面在上面窄浮窄层的样子 所以我大胆推测 它是牛肉 光看它的色泽 红烧口味 你汤匙不要再放下了 不要再放下了 非常鲜甜 就我多年的经验 应该有红萝卜跟萝卜 再加一点点的中药汁 最后再撒上三星葱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所谓的半斤半肉 它外面是绵密 基本上你用舌尖就可以化掉 非常成功的牛肉筋 再来 我们来看这碗面 这个表面上看是面 但是我发现它并不是 案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你又怎么了 你又锁住了 他刚刚 他刚刚的动作是 然后定住 然后就往后退 它应该不是一般的面 闻起来的味道 它属于一个特殊的肉 本身呢 不一定是每个人喜欢的 但是喜欢它的人 非常喜欢它的味道 所以我大胆推测 它应该是羊排面 刚刚有人在讲 刚刚有人点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葱 从它的葱牌的样子 跟它的特殊气味 我强烈怀疑它是三星葱 一样嘛 我们要先试汤头 我差点拿这个 我差点拿这个当汤匙 完全不一样 它是用羊大骨去炖 羊它本身带出来的味道 它经过它长时间熬煮 完完全全的混合在汤头里面 所以那个羊的味道呢 是非常温和柔顺 你喝进去是非常舒服 仿佛羊妹妹在里面喊叫 它炖得非常刚刚好 软烂中之中带着一直嚼劲 你边咬 那个油香味一直释放出来 真的是很好吃 而且我喜欢这种面体 是宽体的 它才会吸这个汤汁 其实在宜蘭 他们很多的面店 都是开到早上 然后都是很早很早很早 卖完为止 通常都卖什么 炸酱或麻酱面 酸菜加进去 就是会让你的味蕾大开 里面呢 有点点的海味 我觉得应该是虾面 所以你如果喜欢有点点 鲜甜味道的 非常推荐来到他们家 点一碗炸酱面 那我觉得 今天这个福尔摩沙系列 对啊 还是福尔摩沙吗 福尔摩沙 福尔摩沙 所以如果今天你们看到这系列 恭喜各位 绝版了 不会再有下一集了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照这个线的水 有一个煎的味道 好像有一个面皮 经过油高温煎炸出来的香气 它微微散发出一个 山青葱的香气 怎么样 看上面 我看到 好 你不要照就好了嘛 我发现这不是一般的葱油饼 这个也不能叫做葱油饼 这应该叫做葱餡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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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我们福尔摩斯 许的观察 它是用面团包覆着什么葱 这要用油呢 大概是盖过半点油脂 就把它煎脆煎香 然后再用这个热度呢 好 传到上那个葱 让葱 让葱里面充分的水分 尤其是山青葱 透过热度释放出来 喔 它的面皮是经过发酵 所以它的弹性非常够 那你咬的时候 哇 它里面是非常Q弹的 但因为它炸过的时候 外面是脆的 发酵的面团 带一点点老面的酸味在里面 然后再咬进去就是那个葱啊 它的水分 跟葱该有的甜度 还有它的香气 整个爆发出来 你看 全部都是葱 它现点现做 我觉得 这些都不够 我决定继续探索下去 今天来到宜蘭 当然就是要讨论宜蘭三星充 三星充 我们都要生吃 它才会有那个辛辣感 但是像这种根莖类的东西 生吃最怕的什么 荣耀残留 我今天就是要来调查 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请到我们的 毛利小五郎 对 就是你 老师我是 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我是红刃 我就不是 没有啦 没有啦 我本名真的叫红刃 不可能刚刚有一个这么 这么烂的事 等一下 我先处理一下 真的啦 他是 葱农生技公司 创办人 创办人 是 是 好 这时候 只要听到创办人 三个字 直接爆 因为我听说啊 三星充现在是在锐减当中 它的产量真的是减少中的减少 是不是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前几年啊 三星充的这个产值大概还有五亿左右 每年 对 今年统计到九月的时候只剩下五千万 蛤 蛤 怎么会少这么多 就是因为害虫啊 这个不是锐减 这个是 大幅减少耶 这跟锐减是一样的意思 今年三星大概有七八十天都没有下雨 就是在夏季的时候 那所以那个虫就越长得越开心这样 就只好就是继续喷药啊 怎么样才可以减少它的农药残留 我们现在有在开发一个很厉害的技术 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啊 盖了一个昆虫工厂 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大量的养这种害虫的病毒 然后我们把这些病毒啊收集起来 让农民就是喷在他们的田里面 这些田里面的害虫吃到这个病毒 就生病了嘛 就挂啦 所以就不用用农药啦 所以这跟什么生物防治还是生物物 对 哇你懂耶 生物防治 刚刚听到说你是年轻人创业嘛 是 然后加上晚又要研发 然后同时间又盖一个昆虫的工厂 欸很难耶 是不是常常会需要有些帮助 对啊这整个过程其实就是 我们当然也过得蛮辛苦的啦 但是就是也蛮多资源在帮我们 像是譬如说我们今年有加入一个 好事好事的加速器 不管是说煤河农民啊 或者是说做一些这种商业模式上的这种 规划啊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再进去出来之后 就整个清楚蛮多的啦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在往好的方向进行 我们成立这样子的公司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可以成为农民的后盾 农民在面对不同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一个弹药库一样 对就是提供他 他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们就提供他什么嘛 那透过我们这样的技术 不断的去开发新的东西 最后我们就希望可以让整个台湾 的这个生物防治 就是越来越多人加入 那我们希望可以跟整个就是全球啊 去证明说 台湾地形这么破碎嘛 气候又复杂的地方 对 也有办法做到就是 不用依赖化学农药 化学农药 对也可以做到一个 我们想要推广 乌都岛这样子的概念 为了台湾的农业好 为了我们本身的农业科技 生物科技好 其实这个都是必须要推广下去的 好不好 那你等一下带我们去吃什么 三星葱啊 三星葱吧 三星葱 三星葱 这家店是专门的就是在卖宜兰的另外名产 叫做普肉 啊 可以说过啊 普肉其实呢 它呢其实有点像做日式的天妇罗 那闽南语啊叫做爆肉 什么意思就是把它炸的意思 用的呢基本上都是里脊肉 所以呢它这样子腌过之后 外面裹上一层皮下去炸 它外面脆脆 这边还有一个炒葱 听到洪文刚刚的介绍 五亿变五千耶 我现在吃这个都不太敢吃 我现在以前我都大口大口吃这个葱 为什么 这些葱啊 一定要很大口吃 才会那个有汁有味 现在吃这个绝被感珍贵耶 你懂吗 它这边另外一个就是 小菜冰版啦 那大家都知道 宜蘭还有另外一个名产 就是粉肠 我很喜欢吃这种古早味的东西 因为它每一个食物都代表一个 历史意义在里面 粉肠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因为以前啊 物质比较缺乏嘛 然后要拜拜 还有院客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一些粉浆啊之类的东西 把它灌进去 然后把它做成粉 然后当作是院客的料理 接下来就是这个 重点啦 普肉 普肉旁边会用一个胡椒盐 那我目测里面呢 会有点芝麻 胡椒 鹽巴 加一点味素 它有腌过 所以它带一点微甜 然后配合它这个胡椒盐 所以它的咸甜之间拿捏得刚刚好 但一咬的时候 肉汁还保留在里面 其实普肉最重要的 其实它外面的那个皮 它带微微的甜度 其实会让你非常的顺取 你会把它当作零食吃 然后这边还有它的炸的 蔬菜 所以它其实就是用日式天妇楼的一个概念 我们的饮食文化 其实深深受日本影响 来到这边其实它选择非常多 我就不一一介绍 但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 我会建议你们来 宜蘭毕竟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那你们来到这边呢 可以看看它 这边的甜眼风情之外 还可以品尝到三星葱的美味 就让大家如果想要在哪里看 看哪里 你不熟悉的地方 马尔蒂夫 摩洛哥 南极你想看我们破冰吗 但是我们提的这些 都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 就跟红人需要你的帮助是一样 对嘛 红人 布盘大包在这里 对嘛你看 你等下看他说好螺丝 就是表示我要开始讲废话了 我刚刚都没有啊 我刚刚有 我刚刚都没有 原来刚刚那不是废话 原来刚刚那不是废话